首先...該不會吼壺梯呢 這是蘿蔔 這是蘿蔔 這個很好吃 很有水準餐廳 用天鵝 這個很是啞 建議大家在這兒買手上 那些東西很好吃 接著職員的態度也是非常親切 好 畫面一轉我們現在又來到另一個地方了 我真的都做了很多研究 就說其實製造很多漂亮的cafe 但日本人比較喜歡花的關係 所以就選了有花的cafe去 現在正在去的那間就叫做Putune Cam 專門穿了件one piece 接著叫我配合場景景色 嘩 這裡連繡球花也有 好 我們剛剛就點完飲飲了 現在趁有少少空檔的時間 就出來帶大家看一個圈 這裡就有很多不同的區域拍照 中間也會有繡球花 但繡球花現在就還沒開完 可能一兩個星期都開完 所以來之前大家就要再上IG 看看人們上載的照片 再看看花的近況是如何 這邊是收集花區 另外那邊也會有不同顏色的玫瑰花 這邊也還有淺粉紅色的不是玫瑰花 但也很漂亮的 一看到花心情就好 不過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其實來到濟州很多地方 都會有很多小飛蟲 所以如果是很怕小昆蟲的人 要不做好你的心理準備 要不就不要來 我們剛剛上了的士 因為原本打算轉巴士 但因為它沒有車 所以就逼無奈要乘的士去擺放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是去彩虹公路 我們剛剛拍完一帶輪 在彩虹路上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附近 找了一間吃黑豬肉的餐廳 一坐下桌就馬上有很多配料 我們就叫了個58000瓣的黑豬肉套餐 是二人份量的 一塊是其中一塊肉 它之後會幫我把其他肉切片再燒 真的很漂亮 可惜我們坐不到外面的位置 聽不聽到這個聲音 哇 原來它是用炭露燒的 沒什麼肉可以點點 對 好像有點少 但很好吃 我覺得比麩瑰花 是 肉的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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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吃了幾塊已經好吃到黏了 麻煩大家一定過來吃 我推薦 然後還有一個漂亮的海徑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職員 幫你燒燒燒燒的 我覺得他們服務真的很好 而且他們也懂不講普通話的職員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也不用太大壓力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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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建議大家早一點來吧 如果想坐外面的位置 早晨了 今天天氣比較陰陰天的樣子 雖然天是藍色 但是你會感覺到陰藥還是有少少霧 很多雲的感覺 我們早上就會去吃個海鮮拉麵 然後就會去咖啡店 那我打算去兩間的 對了 為什麼我這麼小聲呢 因為他以為就是去一間 對 那就看看時間再決定 那我們今天呢 都要坐個幾鐘車去那邊 對了 那我們去到這裡再跟大家vlog吧 剛剛下車了 我們現在先去吃東西 我們先去看看 那我們就坐裡面的 因為有冷氣 還有其他地方都沒有什麼好的位置 所以這裡上面也有個很漂亮的位置 但是就 坐滿了人 不過我也帶大家看一看 這裡很恐怖 有些配菜也是銷售的 但是現在只有浪漫而已 這裡放來一點點 沒什麼這麼嚴重 現在我們去吃了 吃了便宜精湯 吃了便宜 我買了便宜 我買了便宜 我買了點我便宜 我買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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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甜喔 嘩 好甜喔 嘩 好大個肥 好濃濃的海水味 我嘗試放在拉麵裡 依然感覺到海水味 好鮮喔 最初是打算欠一點錢 所以才過來吃這些拉麵 因為我自己覺得 大家一場來到應該吃公仔麵 但是現在來到吃完 我覺得很棒 剛剛吃的那間 真的完全推薦大家過來吃 真的很好吃 麻煩過來試 不過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話 就可能沒那麼享受 因為它的海鮮湯拉麵 的確是 都要一些辣味來調出海鮮的鮮味 所以 它在幫你落單的時候 都會建議你選擇有辣味的湯 我們走過去另外一間cafe 然後 就發現這個拍照的好位置 它就是Hallofem的cafe 相信大家去韓國都會拍照片 現在 這個Hallofem 就是其中一間 最早的一間 看到這間cafe 藍色白色主題 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就預訂了 一定要來了 兩杯都是很打卡阿寶的 這個就是coconut的拉丁 然後這個是什麼汽水的brand 好清涼 好清涼 尤其是現在這個 這麼熱 這麼曬的天氣裡面 這一杯就是 濕透了 這個其實就是coconut的拉丁 然後我覺得這個店面 真的超漂亮 我覺得拍照上來 比起汽水更漂亮 你看到 дв樓的空間也很漂亮 不過就曬了一點 哇 哇 現在帶大家看三樓了 這間咖啡也真的很大 不過它是一間酒店裡面的咖啡 所以可能人會比較多 很漂亮 它是醬汁的 然後咖啡也覺得很漂亮 然後士多啡也很漂亮 上面有奶油 下面就是咖啡 這個很高的味道 嗯 好喝 好吃 是咖啡也吃 好酸 今天所以要吃了 吃 this 咖啡也吃了 在這裡 有一點是可以吃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